其實台灣是真的有溫泉的 小時候沒辦法糾正那些大人 溫泉其實是真的 那就是因為我們要找到源頭 小時候我找不到 現在長大我可以找到了 今天的這一集的構造 非常的簡單 鏡頭前著你 聰明如你 你能夠想出一個 又再一個更新的機械結構 其他手都不用了 太陽能把悶啊 功力把悶啊 火力發... 嗨老 歡迎收看超人生少年 天氣冷了 你是不是很想要泡溫泉呢 你知道只要想到溫泉 你就會想到地熱 想到地熱呢 你會想到什麼呢 所以你要講的是綠能 對沒錯就是綠能 綠能你不能 你不能不知道的一些關鍵的技術 你有沒有想過什麼是溫泉呢 小時候很多長輩都告訴我說 台灣人溫泉都假的 就是會有一些飯店業者啊 他們會在水塔裡面啊 然後加一些元素啊 然後看它吐出來的水 只要不是純白色的 他就可以講說這是溫泉飯店旅館 但其實台灣是真的有溫泉的 我們在溫泉形成的原理你知道 在這個地球裡面 它裡面是一個紅紅的烈火 又有一個火球 所以你知道就有產生地熱 那這個時候地熱加熱了地下水 地下水呢 因為加熱的關係 沿著這個地底的裂隙呢 往上串深 然後之後呢 就會是你發現的溫泉 像在台灣你挖到溫泉 就像挖到近況一樣 你就可以在收邊呢 產生許多休閒娛樂 各種飯店 各種旅宿 還有各種可以收門票 泡溫泉的地方 小時候我沒辦法糾正那些大人 溫泉其實是真的 那就是因為我們要找到源頭 小時候我找不到 現在長大我可以找到了 你知道溫泉的源頭在哪邊嗎 就來這 你知道台灣東部 舊之者溫泉的源頭在哪裡嗎 就在這裡 你要不要一起洗溫泉啊 你知道地熱啊 就是利用地底的熱水 或者是水蒸氣 然後推動渦輪呢 產生電力 利用這個熱氣呢 然後一路將你的渦輪 迅速的運轉 運轉之後呢 透過發電機 你就可以把電池收集起來 這個東西就是地熱 但是一般人呢 看到地熱的時候 可能就會想說 你要洗溫泉 所以才需要地熱 但其實地熱它是能夠來發電的 小時候我們在自然科學課盤裡面 我們就會看到地熱發電 那其實地熱發電 它其實有分成很多種品質 而早期的地熱跟機械概念呢 跟現在也完全不太一樣 而三短型的地熱呢 同時就分成兩類 一種叫做傳統型 一種叫做增強型 傳統型呢 就是利用天然的資源 用天然的地熱 產生熱水跟水蒸氣來發電 而增強型呢 它就完全不太一樣了 以人工技術 在高溫地區裡面注入冷水 吸收熱之後呢 成為高溫蒸氣 或者是熱水 用來發電 都怪是嗎 這裡沒路 這裡沒路 那我們去旁邊 你知道圓府的傳說裡 台灣的溫泉是怎麼來的嗎 我們曾經在山中 抓到一條八尾妖湖 之後呢 台灣人把這個八尾妖湖 關在這個籠子裡 所以你看這個籠子 它裡面會噴出水 而每當月圓人團圓的時候 山東起大舞 八尾妖湖就會變成九尾 在舊之澤溫泉的源頭呢 旁邊其實就是地勒的 仁德發電廠 所以就要從源頭洗 洗它的源頭 這個源頭80到98度 你下去 蛋馬上就可以變成水煮蛋 直接煮 溫泉蛋了 蛤 我們就為了這一刻 而且你看它上面 滿滿的空污池 有看到這個棕乳石 跟它上面這個魔人浦屋的造型 這個是日積月臉所產生的天然礦物 所以這個溫泉 是真的含有礦物的溫泉 不是一般裡面放熱水的 溫泉 Hotel 而這一集我們為什麼會特別講地勒呢 因為其實地勒發電 它跟一般裡面所看到的 綠能發電又不太一樣 地勒發電 它能夠24個小時 它都能夠一直持續發電 因為在24小時內 地勒都一直不斷涌上 所以它要稱之為叫 基載能源 而這個基載能源的地勒 它其實又比光電 風電 它的容量因素都還要更多一點 那什麼是容量因素呢 電廠它其實就像是一台大機器 它負責發電 但是這台機器它不是每天每分每秒 它就永遠都開著 它也不是每次都100%全力運轉 所以容量因素就是在告訴我們 這台機器它到底用了幾分的力量在發電 跟大家舉個例子好了 如果有一台發電機 它全年不停的發電 最大可以發出10萬度電 但它實際上只發出了5萬度電 那它的容量因素就是一半 也就是50% 你可以用這個概念去想像 不同的發電方式 就像是太陽能 風力 或者是地熱 它的容量因素都不一樣 像太陽能 它白天才能發電 容量因素就有比較低一點 但是像地熱呢 因為地球的熱量它一直都在 像地球爆大的前一刻 它永遠都在 它幾乎每天都在開工 所以它的容量因素呢 就相對來說高非常多 它的容量因素呢 大概是高達50%到70% 那光電呢 是13%到14% 而風電呢 它是28%到45% 所以現在這個又變比較好了 什麼 你現在就是拍什麼 就講什麼好的 我這個拍什麼就講什麼好的 我跟你講 這個電 就像是你口袋裡面的錢是一樣 你知道這個銀行的戶頭 你每天就不同的一直在支出支出支出 所以你知道我們要怎麼樣賺錢嗎 那很Q的你知道嗎 有一些的電的來源 它很像就像是你的投資基金 4% 5%的基金 可以有得來 有一些呢 是你的正財 就主要你的電的來源是什麼 那有一些呢 就是靠你的那個 美金分析有沒有 那這樣就撿一撿撿撿撿 撿一些回來 最後呢 它才能夠讓你的這個整個存款 不透支不破產 但我沒差 因為我都沒有買 另外呢 還有幾個很不錯的特性 就是它的占地面積非常的小 就像是你現在螢幕裡面所看到的 它的整個 就是它整座的發電站 後面那個冒白煙的 是給溫泉的 這邊才是發電站 它相較於太陽能 就是你要鋪很大的板子 然後它地熱呢 它其實就是地理的能源 只要你採集得到 你抓得到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很小的單位型 去產生很大的電 而你看到現在這整個裝置的容量呢 是840千瓦 大概可以提供1200戶 整年全部的用電 而另外呢 它除了後面冒白煙看起來很漂亮 還有發電的功能之外 你還可以拿來做 溫室栽培 農業烘乾 或者是拿來洗溫泉 它都是可以多用的用途 基本上沒什麼廢料 也沒什麼耗材 而為什麼我們在小時候看課本的時候 會覺得 低熱發電這麼沒有效率 但是到2018年的時候 中油台電跟豐原院 他們就組成了一個 低熱發電的國家推移 然後到這個站 就是在去年 2023年10月的時候 它就開始發電了 而其實呢 今天的這一集的構造 非常的簡單 你如果從小有自然科學 一點點概念 你就會發現 從小學工業長大賺大錢 就在這一集可以完全實現 我來帶大家看一下裡面的構造 它的構造就非常簡單 淺顯易懂 你看喔 我們這個地底裡面 我們發現了地熱對不對 當時呢 在二號探勘的地熱 大概是238度左右 因為它裡面好像 不同礦物質嘛 不是只有水 所以它地熱有這個熱氣的時候 它會一直往上衝 那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樣利用 這個往上衝的力量呢 就是這邊 4號這個生產井 首先呢 就是把這個裡面的井的水 把它抽上來 抽上來其實也很好抽 因為它本身就有壓力存在 地熱的水呢 從這邊過濾完 先過濾完一次之後呢 進到這個分離草 分離草又稱為叫氣液分離草 就水有很多型態嘛 有液體 氣勤 跟素態 然後呢 你就把液態跟氣態 雙向分離 為什麼要氣液分離呢 這個時候你就要討論到 熱力學這個東西 我們先衝起來 以後我們可以跟 生技能性在裡面 那個冷凍空調啊 或者是在跟 有討論到熱力學的東西 我們另外再講一次 但是 以簡單的結構來說 他們為什麼要分離的目的 都是為了要加熱冷煤 那為什麼要加熱冷煤 不加熱熱水就好咧 因為 你看到上面寫什麼 R245 A不A 這個它就是冷煤的型號 那這個冷煤的型號的特性呢 就是它在15度的時候 它就會蒸發 像我們一般如果是水的時候 我們要加熱要加到100度 加熱到100度的時候 它就是水蒸發 然後推動那個一扇葉 那就會花到很多的能量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如果把加熱的東西 把它變成冷煤 那冷煤它在15度的時候 就蒸發 就可以在這個封閉的循環裡面 去推動這個扇葉 然後呢 推動扇葉的時候 是不是熱就消耗掉了 這個時候呢 水蒸氣跟熱水 都會變成一般的溫水 把它打回到地面去 還給地面 所以在這整個裝置裡面呢 他們有一個蠻厲害的稱呼 叫做取熱不取水 簡稱呢 它就是一個雙循環的技術 這樣聽起來是不是非常的複雜 我再講一個更簡單的版本 地底裡面有熱 這個時候呢 我們把地面的熱抽上來 抽上來的時候的這個熱氣呢 加熱冷煤 冷煤呢 它因為15度就蒸發了 在裡面一直轉 轉散葉 走走走走 轉完散葉之後 這些熱水變成溫水了 打回去地面 那為什麼打回地面呢 兩個原因嘛 第一個就是保護地層的壓力 然後另外就是水支援 不要浪費 取之於用水 還之於用水素 而且很久很久以前呢 我們小時候念的那個 博小課本裡面 它其實以前的工法 是用水蒸氣的那個蒸氣 直接去推那個渦輪 因為地熱嘛 就是硫磺 溫泉 那裡面就有很多礦物質 所以你就會把那個整個 搞得上面像那個冬爐石一樣 第一個容易壞 損耗又快 然後你剛越來越動了之後 它推起來又越來越沒力 所以這以前的地熱呢 就會非常的沒效率 而且以前那個日本的技術 還要搞一些什麼電解池啊 然後把那些 你水池裡面把它弄得很乾淨啊 然後再往上沖 大家還是過濾不了 所以現在為什麼人說 從小學工業 大有機會 當我們的很多 材料科學的知識進步到 發現 喔 等一下這個冷媒 喔 冷媒的特性是什麼 所以你就可以在這個 封閉的渠道裡面 加熱這個冷媒 那冷媒很快就沸騰了 冷媒沸騰的蒸氣 就可以快速推動這個蒜葉 而且它很乾淨 在這個封閉的渠道裡面 那外面的這些有礦物質的水呢 它基本上都不會碰到裡面的東西 再打回去送給地面 回去當礦物質 就這麼簡單 那你現在聽起來 是不是覺得超棒 那為什麼台灣沒有這麼多 沒有普及 你知道什麼嗎 因為綠能 你不能不知道 這種科學 睜眼說瞎話 因為它還是有一些難處 早期你要探勘 其實風險比較高一點 我都歪一歪 水抓出來有沒有去噴中 沒有 前期你要探勘的風險 它其實是比較高一點 同時 這個整個機械的構造原理 還有很多技術 大概也一直不斷的進步 那你知道就目前 我們台灣所發現 地熱的運藏量 你知道大概可以到多少嗎 40GW 運藏量呢 它是指理論上 地底所運藏的熱能 但實際的開發量呢 它會因為探勘的不確定性 地表啊 地形啊 開發技術等 各種因素的影響 所以呢 就算我們有這麼多的運藏量 但是也並不代表 我們可以開發出這麼多的電 所以假設 鏡頭前的你 聰明如你 你能夠想出一個 又在一個更新的機械結構 又在一個全新的構造製程 能夠開發我們台灣 這個40GW的電的時候 其他什麼都不用了啦 太陽能滿悶的 功力滿悶的 火力發電嘛 XXX 沒有 大家就可以不需要 全部都用這麼大的能量 在那邊弄這個東西 這裡一點點 那裡一點點 台積電崩盤的時候 欸我沒事 啊我還有美股基金 美股基金崩盤的時候 啊沒事我還有黃金 我們才能夠穩定過生活 才能夠找很多人到台灣 去使用發展 所以從這集之後 某小課本你就可以改寫 地勒發電不一樣 我回到台東才發現 我是不是沒有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人類會發現 原來可以用地勒發電 有人說那是外星人教我們的 但其實還在很久很久之前 你有沒有聽過蒸氣機 有人都說蒸氣機 是在18世紀的時候 瓦特他發明的 但其實瓦特他根本沒有發明蒸氣機 他是改良了蒸氣機 在17世紀的時候 就有一個英國人 他叫塔瑪斯 他就發明了蒸氣機 而到18世紀的時候 瓦特他改良了蒸氣機 燈機的原理是什麼呢 就是把水加熱 讓這個吹起來的蒸氣 產生動力 好比說 你看我們這邊放熱水 把杯子蓋起來 蓋起來之後呢 這時候我假設在他旁邊 加上熱水 他裡面的能量變大了之後 有沒有看到 就這個蒸氣的力量 所以當年如果沒有蒸氣機的歷史 你現在就不會有火車 就沒有汽車 就沒有HONDA 就沒有RABO 人類他也不會走向工業革命的這個潮流 而地熱發電跟蒸氣機呢 它的原理其實是非常非常像的 蒸氣機呢 它的結構非常的簡單 它就五個 一個是鍋爐 一個是氣缸 火塞拉桿 一個飛輪 然後最後一個排氣孔 所以大家都知道蒸氣機就是 把水在鍋爐裡面加熱了之後 讓這個蒸氣往上升 去推動它的拉桿跟它的飛輪 然後讓它運作 最後呢 不要的氣體 就是排氣孔排進去 而地熱發電呢 它其實就是把鍋爐 埋到地裡面 用地熱 去把它加熱 其他的原理就跟蒸氣機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你懂蒸氣機 地熱就懂了 你如果要了解瓦特 那你就要了解湯瑪士 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從工業歷史的演進 移入到汽車Revue F1 再跟大家講一集 蒸氣機很有趣喔 如果你對於地熱發電呢 有什麼任何相關的問題 還是有什麼樣的電源方電 相關的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們 那這次這禮拜操人少爺 我們下禮拜就 內ng 哈囉 你在幹嘛 你 你在玩什麼 олн en uckle en 啊 為什麼你有南瓜